大四个都 你把俩还撕 撤下这 撤下这 撤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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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家姊妹五个 丝毫不顾人群的目光 在街上大打出手 他们五个姊妹 最大的已经五十多岁了 都是要当奶奶的年纪了 如今 却要为了老母亲的六万三葬费 争得面红而吃 究其根本原因 其实这笔钱 一直在大姐姐的手中保管 几个弟弟 平时生活拮据 大姐姐条件最好 反而想独吞这笔钱 这让几个弟弟十分不满 这个中年男人 就是罗家的四弟 罗国强 他抱怨着大姐 一家人明明条件优越 姐夫是厂里的退休干部 一个月有五千的退休金 姐姐自己 也有两千左右的退休金 两个人加起来 差不多有万把块钱每个月 四个弟弟的条件最长 老二残疾 老三生病 老四坐过牢 老五最老实 按理说 母亲的退休金 应该有五个姊妹平分 如今 大姐却独占着六万 不肯松口 这让几个弟弟十分不爽 罗国强照例 来到姐姐家里敲门 自从姐弟俩反目之后 罗国强来姐姐家敲门 他就从来没有开过 这次也不输一碗 罗国强心里很清楚 姐姐肯定在家 只不过不想理睬罗国强 他指着上面一间 亮着灯的房间 表示 这就是姐姐的卧室 只不过 他听见了罗国强的敲门声 所以才避而不见 好不容易蹲到了姐姐出门 姐弟俩一见面 就针锋相对 我跟你讲 我现在没得死干 我要吃饭了 你找蘑菇 你不要打打我 我现在我不给你 你不走 我马上就在路上跳下 哪可以 你不跳 你不跳就是 我没了 我没了 两个人言语激动 弟弟认为 姐姐赌通了这笔丧葬费 而姐姐表示 丧葬费的手续 虽然在自己手中 但是到目前为止 还在流程中 一分钱都没有拿到 为了一笔 到目前为止 没有拿到的丧葬费 弟弟已经来家里不止一次了 弟弟的态度 让姐姐感到十分气愤 对此他表示 弟弟一分钱 他也不会拿到 相处了五十多年的姐弟 现在为了一笔丧葬费 全然不顾当年的情分 眼睛里都是对对方的恨 接钱的事 我给你了 他 我给你讲 他 接钱的事 你不要再 再那个了 那个时候 我弟子有困难 你借了钱给我 但是你搞了 我自己那个 你的债 生下来 我一直给他带杀你 你帮他带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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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的时候 因为姐姐罗文是老大 所以 他十三岁就出来上班了 主动负担起家里的经济 弟弟当时上学吃饭 都是他父子 刚参加工作的罗文 只有二十块钱一个月 每次拿了工资 都分毫为娶的全给妈妈 自己没有买过一件漂亮的衣服 连过冬的棉衣 都是同事施舍的 这么多年来 可以说罗文 就相当于四个弟弟的母亲 都说长姐如母 姐姐对他们耗尽心血 他们为什么还不知道感恩呢 其实 罗国强和姐姐的矛盾 由来已久 当年母亲在世的时候 曾经召集了家庭会议 张义者等母亲百年之后 把房子留给子女 除了老四 没有房子 其他子女都有房 于是 母亲决定 把房子以四万块的价格 卖给老四 可当时 遭到了老大 罗文的反对 她的一句 这个房子不止四五万 让老四寄到了现在 在罗文的丈夫 刘森看来 明明老人家的房子 她已经占到了便宜 如今 却还要对着几万块的 伤葬费不依不饶 就是因为她的吵闹 才让本应该早就下来的 伤葬费拖到了现在 而且 当时房子低价 卖给老四的时候 还有一个附属条件 那就是 一定要赡养老人 直到她百年 可是老四并没有 见到孝导 事情也没到最后 照护母亲 成了五个子女 轮番照 但除了大姐和五弟 其余几个子女 照护的时候 根本就不伤心 一直到母亲病逝 四弟的身影才出现 即使她生活的地方 离母亲不远 她也没有在母亲生病的时候 来看望过她 但这 让作为大姐的罗文 怒不可遏 因此 她坚决不同意 把丧葬费 与三个弟弟平分 大姐的强势 让罗国强不愿意松口 她觉得 自己之所以不去医院 是因为那段时间 母亲应该归大姐着 自己有礼物去 可此时此刻 姐弟间 各有一口气 互相不肯退让 大姐罗文和五弟 更是直接跑到了房产局 查证老四的房子 现在到底在谁的名乡 如果这套房子 没有过户给罗国强 那这套房 将成为母亲的遗产 工作人员 也最终证实了结果 房子仍然属于母亲 罗文和五弟 刚从房产局出了 没想到 就碰上了二弟和四弟 五弟愤怒地表示 本来自己是保持中立 谁也不帮 但现在 三个哥哥 在母亲临终前 没有照顾 现在去世了 倒要起了丧葬费 这种冷漠的态度 让她十分不爽 既然金钱 比亲群还重要 那就分个清楚 罗家二哥和四弟 听说姐姐一分钱 都不会给他们 二哥急得用棍子 上去就搭姐姐 而四弟 也在一旁拉偏价 哎 快扯一下家了 扯他了 他再扯了 不要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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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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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可怜的大姐 被自己一手养大的弟弟殴打 我想 她的内心 此刻是寒心的 这也是压死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她对于遗产的事情 更加决绝 不可能让三个弟弟 分到一分钱 最终 无论在调解员的如何宣说下 姐姐 都不同意给弟弟分到钱 而弟弟表示 要走法律程序 多回属于自己的那一份 但是 她可能已经忘记了 这套房 还没有过户给她 依然属于母亲的遗产 好